王一博自从出道的时候,人气就是非常高的,而很多人都觉得他的跳舞技能非常好,别人非常的卖力,但他就像跳着玩一样,给人一种特别松散的感觉,但是让人感觉特别舒服,面对各种各样的整容质疑。 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爸爸的旧照片,通过照片我们可以发现,他的爸爸当时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,而且怀里还抱着吉他,一看就非常的流行装扮,因为时间比较长了,所以这张照片看上去有点模糊。 通过照片也可以看出,王一博和他的爸爸长相是非常相似的,然后网友也扒出了王一博和妈妈的照片,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妈妈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性,他的脸型和鼻子看着像爸爸,笑起来的时候和妈妈是非常相似的,通过这些照片,也就打破了关于他整容的传闻。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整容痕迹并不一定是因为整容导致的,而是各种各样的角度问题,其实当时关于说王一博整容的时候,主要是因为他的鼻子,因为他鼻子看上去是非常完美的很高体。 有的人说,他的鼻翼两侧有疤痕,一看就是通过整鼻龙鼻导致的,而照片被放出之后,关于他整容的谣言,大家也就不再说了,因为他的鼻子和他的爸爸是非常相似的。 王一博不仅五官看上去特别的精致,他的音乐天赋也是非常高的,我们也可以看出,他的爸爸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,很可能是遗传,龙鼻手术是可能留下疤痕的。 疤痕一般会存在于鼻孔、鼻小柱这两个位置,所以直面看上去的时候并不明显,如果是配合儿软骨或者是肋软骨,这种情况一般需要把鼻头的位置掀开,需要把两侧鼻孔和鼻小柱切开。 所以,在小柱的位置会留下一个比较明显的疤痕,但是这种疤痕一般会随着求美者恢复慢慢地被淡化,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是可以选择龙鼻手术的,因为留下的疤痕并不明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。 您还有金融卧的平心 Times